我们继续上车百元机里面最强的机型SE系列 这些有有手的卡贴机以及无手的机型都有 而且电子100的也有高效率都是精挑的 但是咱们今天不说这些先 咱们说一下二代跟三代的一个主要区别 像这两个都是SE这个二代的这个三代的 那么这两个无手的128内存差价接近1K 那么这么大的差价咱们应该怎么选呢 然后这个提升大不大呢 我们大概就再说一下吧 因为这两个机型的尺寸外观机面上是一致的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啊怎么这么大差价对吧 但是实质上也是有提升的 像这个玻璃的盖板 这个后盖 它是升级的陶瓷的玻璃 这个是普通玻璃耐摔度 而且手感可能这个三代会更好一点点 然后有一个更明显的区别就是 三代是A15的芯片 而二代是A13的芯片 相差了两代的性能 这个差距也是有百分之几十的 然后最主要也是一个这个支持5G 这个只支持4G 这个也是网络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然后再其他区别的话就是电子容量 这个2018毫安时 这个是1821毫安时 差距大概有200毫安时 带来的续航体验肯定会有一所差别 这个续航就一般般了 这个续航会好很多 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 它屏幕基本上一致的 屏幕是一致的 都是顶级的LCD屏幕 而且这个观感都是比较好的 比较细腻比较舒服 然后其他区别的话 总和来说就不算大 主要就这几个区别 然后像拍照 因为A15比A13更加强大 哪怕硬件一致 它的拍照水平也会得到一定提升 特别是视频录制 但是目前来看的话 日常是很难察觉的 这个东西就见仁见智 所以换来的这个差价 就是一部三代 几乎可以买两部二代的 所以大家觉得性价比怎么样的 如果你是不在乎5G的 咱们说到选择方面 你不在乎5G 你是比较在乎性价比的 那么我觉得二代会更加适合 特别是尤其你当做备用机的时候 也是二代比较适合 因为这个性能比较强 当备用机有点浪费 但是你是小屏爱好者 你就要当主力机的 那么咱们更推荐这个更全面一点 因为它无论5G 还是其他性能方面的拍照反应方面 还有还有它的一个运行内存方面 也是更好的 因为这个4Gb运行内存 跟iPhone13是一样的 这个只有3Gb 3Gb运行内存 可能当备用机或者日常使用 感觉不出 但是你开的应用多 高强度使用 就会有明显的一个小差别了 所以这个就看你个人选择 咱们综合来说 还是二代性价比会更高一点点 像特别咱们刚刚这些的 游手卡帝机的这些也是 也是比较高 现在比只有几百块 这种的话就来到了千元机水平了 像这个128的 咱们20张左右可以出 这个也是999吧 这种就可以出 咱们这些 就看个人怎么选择了 像这种机型 大家明了的吗 因为很多人问到这种事情 有 如果还有不明白的 可以在下方评论 咱们本期就到这里 拜拜